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瑞芳高工 应用英语科林音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 自然发音法及发音1.0这两个专区 好,那我们现在从哭音的首页 进入课程专区 点选技高区口说 进入页面后滑到最底下 就可以看到这两个专区 清楚的发音对口语表达非常的重要 它是别人能不能够理解你的关键 今天要介绍的专区 收集了非常详细的发音学习材料 那我们先来看看自然发音法吧 自然发音法这个专区 教材内容来自专业的老师 同时酷音也提供了很多 其他相关的发音网站 好,首先我们来看由张金及赖美如老师提供的字母拼读规则 自然发音法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1到10克的部分是发音的基础 包含字母、母音、子音 11到15克的部分介绍发音的变化型 以及常见字母组合、音节以及复合词 也包含母音、轻音的Schwag 最后还有里面也包含很多发音的细节 这边都收集的很详尽 我们随便点进一个简报来看 它是已经搭配好音乐及配音的简报 我们按下Next就可以进入下一页 在旁边的滚轮这边也可以直接跳到想要再次观看的地方 这些简报都是以图片辅佐并着重在发音 所以并没有附上许多的中文翻译 那每一个小单元的分量刚刚好 学生学习的负担也不会太大 那每一个小单元学习完之后呢 就可以推荐学生按下右下角这边有个Quiz 进入这个小单元的练习以及测验 那每一次的测验总共会有15题的听力发音练习 让学生辨识出他音档念的是哪一个字 来确认他懂得刚刚上面课程教的发音规则 AID 好那第一题就听到是AID 选择AID然后按下提交 再按Continue继续 那如果答错的话 如果答错的话 还会有再一次尝试的机会 那按下这边 然后Try again 然后再按正确答案 这样可以继续 那答错之后就没有再一次的机会了 好 总共有15题的小题目 让学生检验自己是否学会了 那这些材料永远都在这 所以学生一样可以重复不断的练习 高中阶段的学生应该是已经学完发音了 但是呢 可能一直以来自己发音有错误都没有发现 而造成他们这个发音僵化的现象 例如我在改学生口说作业的时候 常常发现他们有些基础的发音 还是不够熟悉 但完全没有关系 这时候就很需要老师 揪出他们发音的错误 让他们意识到 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了 之后再服以酷音的发音教材 他们就可以以虽然很基础 但是很完整的方式 再次复习学习发音 那这边的测验也不会太难 可以建立学生的学习成就感 那另外这个专区 同样也提供了彭道明老师的教学影片 如果学生发现前面第一种的学习方法 并不是他熟悉的 那他也可以透过另外一种学习方法 透过教学影片来学习 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影片 每一部影片的长度也不会太长 老师的讲解非常的清晰 但是这个部分就没有小测验 好 那这个专区一样也提供了基本学习教材与测验 可以看到它分成一到八个units 那内容其实不同的项目里面都包含了 但是他们呈现的方式比较不一样 所以老师可以依照学生的偏好来筛选 可能比较适合学生的教材 那最后这个专区后面 一样也提供了外语相关资源连结 老师都可以点进来 看看有没有适合使用的教材 那我觉得这个专区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 资源非常的充足 那就是要仰赖老师先做筛选的动作 好 那另外一个还可以介绍 还可以改善发音的专区 我们回到口说区的地方 在最下面有一个发音1.0 这个发音1.0是来自VOA的Learning English的 How to Pronounce 那他们在那边做了非常多的发音教学影片 这边总共收录了12支影片 点进影片看 我们会发现酷音已经很贴心的 为大家加上了中文的字幕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专区的影片也非常推荐给想要好好矫正发音的学生 那每一支影片的长度大约都是两分钟 讲解也非常的清晰 很适合学生来观看 那这两个口说的专区 我会建议老师可以在补救教学的时候使用 最好是能够一对一亲自陪学生练习 那另外平常的口说作业中 也可以发现学生发音不够好的地方 就可以个别建议学生他们来补强 选择不同的发音规则部分来补强 那这些规则我们都知道 他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熟悉 但是他会非常值得 因为他对往后口语表达的帮助非常的大 利用这个专区 也可以帮助学生做一些看似很小的改变 但却能够改善他整体的口语表达力 其实让他们不只是表达更清晰 也增加自己英语口说的自信心 那今天非常推荐这两个口说专区给大家 我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